OK 谢谢华冰牧师的邀请 我最近好像在 卫理工会的这个平台 多过于在我自己长老会 感觉到很荣幸一下 也谢谢你的邀请 因为每一次有这样的邀请 能够分享我心里的一些的 想法 我是很开心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也看到一些 蛮熟的一些朋友在当中 所以希望大家有多一点时间一起来交流 OK 所以今天讲到少年事工 每一次都是讲到少年事工 但是我觉得回到一个了解 那个why以前为什么 我们做来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在做少年事工 我们就很担心两样事情 特别是在疫情过后更担心 好像在我们长老会里面 有一些的教会 甚至是整个少年团关掉了 就没有再开回去了 因为他原本的人都很少了 然后疫情一过后找不回来 所以我相信在少年事工 服侍的这些同工们 我们有两样东西 我们会在想 第一个要做什么有趣的活动 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 这是第一个我们会想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 英文叫 要想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活动 让他们没有看过的 因为其实现在少年什么都看过 你不是讲有创意的活动 他就一定要来的 然后第二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也会想的就是 要有什么门徒训练的课程 让他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找到一些配套 我们找到一系列的课程 我们就想感谢主 我们可以答案半年了 这个是什么level都会有这种感受的 包括你是 如果你是整个教会的主理牧师的话 你在想 哎呀我们教会的主日学 要做什么东西 刚好有一个配套 一个教材来的时候 我要感谢主 感谢主至少还可以 我可以休息半年了 因为我不用去想 我接下来半年我要教 或者是我的这些领袖 要教什么题目 所以你发现到我们的问题 或者我们的我们烦的东西 都是在教材跟节目 这两个东西 OK 但是我想退回来 因为这些都是how do 怎么样去做 甚至我们可以讲 再退回去是what do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才去到how do 就是怎么做嘛 什么样的method方法 但是我觉得今天想跟大家 所以一开始 我第一场呢 想跟大家分享是why 我们为什么要有少年事工 OK 所以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的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包括参考一些书的心得 你自己看一下 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因为每一个 你的理念是怎样子 会主导 你计划出来的那个节目表 跟你要走的方向 跟你这样子去看待这些少年人 OK 所以我今天会退回到why先 然后接下来多两堂 可能就去到比较多what跟how OK 想大家运动一下自己的手指一下 除了刚才讲hi跟hello以外呢 当你想到少年事工的时候呢 这四个字少年事工 你会想到什么 或者你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你的画面是什么 各位每个人如果方便的话 用几个字来去在chatbox里面去形容一下 你要几个答案都OK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一下 来尽量打字不用钱的 我们感受也可以 你觉得目标是什么也可以 总之你想到什么字你就放进去 OK大家可以继续在他在在写你的答案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答案是蛮蛮有趣的 有一些是讲很安静吗 有一些是讲很有活力 OK活力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点老了都跟不上那个活力 因为他们好像很一直在动 你要讲一片道 你都觉得好像很困难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搞笑 你没有做一些信他们的东西 等下他们又滑手机 OK 那可能很安静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安静就是你问他什么 他就是一个yes或者一个no 他也没有什么理你 他就一直看电话 所以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少年团或者每个少年事故面对的挑战可能都不一样 OK 然后自从讲活在手机里 OK 加深讲放下身段 这个是加深很厉害做的东西 放下身段 OK 我们就在接下来再去 你还可以tip下你的答案在chatbox 如果你还没有给你的答案的话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主要从这本书我做了一些参考 这本书叫做 Four Views of Youth Ministry and the Church OK 它只有英文的 Four Views of Youth Ministry and the Church 就是少年事工与教会的关系的四个观念 所以他是请了四个作者或者四个人来写 这个很有趣 我蛮喜欢他这样这样子的一种 他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喜欢过后 另外三个人会批判他讲的东西 OK 然后第二个人讲完过后 又另外三个人 就是总之那四个人 一个人先讲 三个人回应 所以他很像一个对话 这样子 你也看得出每个人的 他们的那个 他们比较偏向于什么的价值观 或者什么的目标 所以这样子的一本书 我觉得很活 很活 因为他就是四个人一直在辩论 一直在争论讲 我的比较好 为什么比较好 你那没有这样好 为什么你那没有这样好 OK 所以很真实的一种 一种对话这样子 OK 所以从这本书里面 当然我也做了一些改良 但是主要它的框架来自于这本书 四种理念 首先你从这个 值的这一面来看呢 就是首先你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把少年人当成是 现在的崇拜者 还是未来的崇拜者 OK 现在还是未来 有些人讲 他是未来的 未来的栋梁 未来的这个领袖 OK 现在我们就不要 给他太多施工 有些人讲 都不够人了 还等 直接给他施工了 他一来 我们就给他上台 OK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你自己本身 包括你的少年团 少年小组都好 是谁比较把他们放在 现在这个位置 就要开始去参与 去服事 还是讲 不用紧先 预备先 未来 有的是时间 OK 那栋梁这一面呢 就是向内 就是你把少年人当成 就是OK 现在我们要把他们 融入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 都是以教会内 来做考量 OK 现在你不大明白 不用紧 因为我稍微讲了 等一下我就把四个 四种理念全部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更加明白 但是现在你先明白 就是一个是向内的 就是我们的焦点 把少年人 就是要放在教会里面 忙教会的东西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少年人 就是要出去 去让他们去做眼做光 OK 有这个横跟直的过后呢 我们就来稍微 稍微再讲一下 OK 每一个的理念的 他的那些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融入 OK 所以融入就是 现在我们就把少年人 就要融入于教堂 教会的生活了 因为他就是我们 现在的人力 现在的同工 OK 所以他们是很忙教会的 而且你看 他不只是现在的同工 而且是现在 就要在我们内部 向内里面呢 他要去确保 这个教会的 这个运作是顺畅的 OK 很多教会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把那个少年人 当成什么 当成是 有点像是 员工啦 但是你可以讲是同工 OK 现在就让他们 能够融入 等一下我也解释一下 为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 会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现在 与向内 那如果是未来 与向内呢 就是现在我们 不要去动他们 让他们安心的 在那个少年团里面 好好的成长 不要将快推他们 去到主日崇拜 去到整个教会的活动先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需要 他们融入教会的生活 当我讲教会的生活 就是 不同年龄层 更主要是 跟成人一起互动 所以装备 就是让他们在一个 他们自己的一个 安全区里面 好好的在他们装备 好好的在那边服饰 不要拔苗助长 所以你 如果是在主意 这一块的话 你就会把他们 当成是 未来的同工 但是这个同工 还是一样 就是未来教会的领袖 确保教会的运作 是顺畅的 还是向内为主的 OK 所以大罗数的传统教会 都是在停留 在 不会讲停留 都是比较选择在 这两个的理念里面 一个就是 快点跟他融入教会 一个就是 我们先准备 装备他先 为什么 因为未来 还有很多机会 让他去服侍的 OK 那第三个呢 这个有点夸张 但是有些教会 真的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 他的整个少年团 牧师是陪着 这个少年团 成长的 从他少年 陪着他到大专 甚至到他执勤 这样子成长 为什么 因为整个团体呢 会成为一个新的教会 OK 那你听起来 哇 哪里可能这样子 真的是有教会 这样子做 那如果你对英文 教会的圈子 你熟悉的话 你可能听过一个 英文教会 叫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在美国是一个 非常大的教会 他这个 Mega Church 其实就是在美国里面 他开始走 这个就是让 非信徒 或者是牧道友 我们叫seeker friendly 就是让牧道友觉得 我很自在 在这个地方很舒服 这个seeker friendly model 就是从这个教会开始的 Bill Hybers OK Bill Hybers 那Bill Hybers 整个一千个人的这个团体 出去成为一个新的教会 才有了Willow Creek 所以Willow Creek 是这样子出来的 OK 很特别一下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 这个我觉得 大多数教会 都不敢这样子做了 做了等一下 身家全部老人家罢了 因为 上年人全部走到晚 去开一个新的教会 但是等一下 我也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些教会 选择走这条路 它是非常策略性的 我们青年牧师 就是陪着他们长大 然后整个团体 就变成一个新的教会 为什么文化不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 预备未来 但是是完全向外的 一个策略来的 OK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当然是我比较 赞同的 或者我比较支持的 所以如果有听过 我其他的讲座的话 你就知道 我实际上可以讲到 使命性的教会 那使命性什么意思呢 在这边 或者说这个 它有什么特征呢 就是现在 它就在服侍了 但是它的服侍 不是主要向内的 不是只是为了 能够让教会能够运作 而是我们要 培训他们 现在就能够出去 去到他们熟悉的场所 或者去到他们的群体里面呢 做研做管 所以他们就现在呢 就已经是在做东西 但是这个做 不是为了教会内部而做 而是真的向外 做一个宣教师而去做 OK 所以 我第二个第三堂呢 主要就是围绕在这个 这个使命性的这一块 因为每个牧师一定有自己 觉得比较 比较 比较健康 或者比较有利于 教会的发展的一个观念 OK 所以我的是在这边 当然我也会解释 为什么我站在这边 OK 然后第二第三堂 我就更加细腻去解释 这个看起来是怎么样子 但是今天 先列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的利与弊先 然后你再想一下 我在哪里 然后你再想一下 或者说 你想一下你在哪里 然后你想一下 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呢 然后你再想一下 其实这边OK吗 还是我需要移去一些 另外一个地方 还是我需要把两个理念 跟大家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另外一个 新的理念 都OK的 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教会的处境 跟季节都不一样 所以不是讲 我觉得这个最适合 就代表你的教会 就最适合这个季节 完全去采用 我建议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接下去 我们先去到一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东西 就是 现在的同工 少年人就是现在的同工 OK 现在向内的 所以主要我们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 现在就要他融入教会里面 OK 就是大家庭里面 第一个就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适应教会的文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教会 他的少年团做得很成功 然后少年团做到很精彩 不会闷的 讲员讲话 也是让他们很好 觉得很好笑的 好像我的儿子 刚刚从一个少年 营会回来 他跟我讲 那个讲员讲话很好笑 很厉害讲话 比你厉害啊 然后我讲 不用比 他年轻人 他讲话好笑 但是这个就是 年轻人的 我孩子12岁了 他刚刚就去这个少年营 他讲 我很喜欢这个讲员 OK 所以我们就觉得讲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 他们在少年团里面 他们很享受 但是当他们毕业过后 他们需要去到教堂里面 参加主日崇拜 他们能不能够适应 那个45个分钟 听一个 三个要点的一个讲道 然后牧师可能讲话 又没有搞笑的 可能是这样子 他能够适应吗 所以很多年轻人 我们也看到 因为他没有 我们没有积极地 把他融入去教会里面的文化的时候 他一直去 他一大学 就是他一小中学 毕业过后 他可能就不去教会 特别是他如果去大学的话 一就是他去 一就是他不去教会 二就是他去 那个教会的主日崇拜 是文化 是年轻人的文化 所以他们去很多KL的教会 你看大教会的文化 都是年轻人的文化 他们喜欢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用跨那个文化 跟我一样的 我的文化 我不要去调整我自己 所以很多领袖就觉得讲 没有我们一定要 现在就让他们能够适应教会的文化 所以很多东西都应该要 他们一起来参与 第二个东西比较现实 就是都不够人 谁弹边 谁打车 谁弹吉他 没有人 这样少年人 我知道你很忙 但是我们需要你 所以少年人跟职亲 就是主要的那个敬拜团 敬拜赞美 你也可以讲年长者 他们一向来可能都没有打鼓的 你可能可以这样讲 因为以前都是 很刚轻慢了 你也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很多时候 成人的我们就会觉得讲 少年人 我们这边不够人 我们需要你 融入进我们这边 使到你能够在主日崇拜 也能够一起服侍 OK 所以 那昨天我就在跟一个弟兄 在一个教会的领袖 我讲 哇 你不说啊 你的孩子 13岁就在教会的那个主日崇拜 做私情 哇 很厉害 他讲 被逼的 他讲不是很健康 为什么 我讲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没有人 所以需要推他上去 去做这件事情 他讲不一定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当然作为父亲 他比较敏感 敏锐于这个东西 对人来讲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就觉得哇 13岁可以这样子谈厉害 OK 所以这个就是 有些时候成人会 拔苗助长的一个 这个焦虑所造成的 没有 他这个焦虑造成他们拔苗助长 OK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特征跟挑战 第一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在看少年人是现在的同工 就会鼓励少年人投入教会的服饰 就讲OK 你少年团有服饰 但是你教会也需要服饰 两边都要服饰 为什么 因为第一 让你能够融入教会 第二 人力不足 OK 当然他们不会特别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 不会这样子讲人力不足 我们就用比较属灵的话来讲 鼓励他们 OK 第二就是看重少年人参与教会活动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 有些ante uncle 可能会问 奇怪 少年人的活动 他们就参加 你看我们整个教会的祷告会 没有来的 这些少年人 哎呀 教会的活动不要来的 这些成人 他们对少年人的一个期望 就是你有少年人少年团的活动 但是你成人的活动 或者是整个教会的活动 你都应该来 没有得选了 所以你如果再讲下去的话 很多成年人会觉得讲 如果要选少年人活动 跟全教会的活动 有两个活动在创在一起的话 他们会讲跟少年人讲 你应该来教会的活动 因为合一 OK 少年人活动改次才 改次才安排 OK 这个全教会活动 我们要一起去做这个东西 第三就是期望少年人能够融入教会文化 OK 那你看这个是单向的 少年人要融入教会的文化 教会的文化是谁建立的呢 是谁决定的呢 成年人 所以他就是期望少年人 你来到教会里面 所以有些教会 他就讲 OK少年人你要打drum什么 但是去到主日崇拜 no drum OK drum 如果有最多是卡号 那个坐在那个鼓上面打的 那个板上面 板在打的 因为为什么 鼓害潮 所以少年人一定要来 但是来 你要融入 你要调整自己去适应教会的文化 为什么 华人教会就是敬老尊贤 OK 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 我只是讲 通常有这个融入的概念的 就是你是年轻人 你要来适应我们这些年长者 一贯的那个文化 那么看挑战 第一就是累 为什么 我少年团也有服侍 我教会也需要我去服侍 所以累 所以主日 这个拜六团契 我要谈吉他 礼拜天 那个崇拜 我也要弹吉他 而且这个吉他 不是只是上台就弹了 还要之前的那个练习 很花时间的 所以很容易累 所以到最后他们觉得 你看 什么东西都叫我们做的 我有一些少年人他讲 不是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要做 我们在主日崇拜要做招待员呢 我讲 怎么怎么不会做呢 你看那些unty uncle都没有做的 就是不要做 才叫我们做 你知道他们就是很容易看得出 就是我们讲多属灵的话 他们看得出的 你看那些很多unty uncle坐到那边的 然后就叫少年人坐 坐 青年人坐 坐 所以他们也是会很累 也很心 心也会很累 第二就是烦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是成人会叫他 你少年团 ok good but你要来 我们祷告会要来 联合祷告会要来 那个 overnight祷告会要来 所以面对成人的要求和期望都很烦的 ok 所以有些时候 成人碰到这些少年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上个拜五的那个祷告会 你没有出现呢 就每次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的 没有讲hello how are you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上个礼拜你没有来的 怎么那个 我们全部人的那个什么 主日学你也没有来的 就是有这种提问 第三 为什么 因为教会的文化不属于他们的 他们也不能够发声 我们希望教会的文化 也有我们的色彩 我们的特性在里面 没有的 所以他们根本就对教会的文化不感兴趣 所以你会发觉到 讲是讲融入 但是其实就是 要你去适应 要少年人去适应 这个教会的大环境的一个 那个文化 所以他们觉得闷呢 为什么 因为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们也不认识 也不想去了解这个文化 你们如果在少年四公年也懂 少年文化 少年人的文化是一直在改变 而且越变越快的 以前可能十年 每隔十年换一个大改变 过后就五年 可能现在每一年 你没有跟的话 你都不懂他们 怎么整个人变 他们的整个的文化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英文叫subculture 他们自己的文化完全不一样 OK 这个是第一个理念 就是融入 如果有什么提问 直接放在chatbox上 不然你也忘记 我也忘记 第二个是装备 有些教会也是这样的做 就是青年牧师 或者少年事工的导师 他很会保护他的少年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他们被拔苗助长 所以他们的理念就是 我们现在多一点 是让他们能够在少年团里面 好好的发挥 不要这样快推他们去做那个 如果有auntie uncle 要他们去参加什么什么的话 这个导师会出来讲 会解释讲 sorry 他们会在忙这个东西 让他们专注在这个东西先 他们少年人的这个活动 OK 不会什么东西都参加的 当然不是每个少年导师 会这样子讲 也可能少年导师 也会被教会的领袖骂 变成 也自己先中枪 所以有些时候 他顶那个很多子弹了 过后 他也倒下去 OK 然后就换成下一个人 进来负责少年事工 所以 少年事工 也需要得到 资深的那些领袖的谅解 如果是要走这条路线的话 因为很多东西 他们不一定会参与 整个教会的活动 因为他要装备他们 OK 我们来看一下特征跟挑战 第一 他是需要创造一个安全空间 年轻人是很看重 safe space 安全空间 他需要一个安全空间 能够他 值得信赖的人 他才能够分享 他心里面的话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不想跟父母亲讲话 讲了就中罢吗 才没有讲完他们要讲的东西 就已经被缩教了 对不对 这个是很华人的 所以没有安全空间 所以需要教会 如果也是缩教的话 也是跟你讲 你要做这个做那个 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事 你两边都要跑 我不管你这样子都好 单向的一种沟通的话 他不觉得安全 他就可能不来 或者什么都不讲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在这边 我们叫做树林腐化器 英文叫做 spiritual incubator 那腐化器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平常那个蛋是由 那个母鸡腐化的 对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放他在一个 被控制的 就是温度 那个各种的因素被调 就是被控制的一个环境 让他能够在里面被腐化出来 对吗 大家知道这个有这样子一个机器的 不用靠母鸡的 所以少年就是有一些的 少年的那些导师 他们就看把这个地 这个少年团当成是一个 树林腐化器 慢慢让这个蛋慢慢的腐化 让它能慢慢的一个 生出来 安全的空间 OK 所以我刚才讲到青年牧师 或者这些导师 就会多一点会保护他们 免受外面一直来的那些要求 当然也有他的弊 等一下我再讲一下 第二就是他会装备少年人 逐步的发展 他不会让他拔苗助长 所以有些人讲 我们少年 我们真的教会已经不够人在 在这个主日崇拜做东西了 你可以不要来一点人过来 少年人 他讲sorry 没有这样快 慢慢来 他要慢慢在这个少年团里面 让他们很有系统的 逐步的发展 不要超之过急的 OK 他在少年团 他让他先领唱 或者让 就是半唱先 然后慢慢领唱 然后到一个时候适合了 可能毕业了过后 才去到主日崇拜里面服事 等等 所以这个装备是逐步的 OK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叫做自我认同类型 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叫James Marcia OK 他采用了Eric Eriksson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认识 Eric Eriksson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 所以他采用了 那个Eric Eriksson的一个 这个概念 就是crisis 就是危机的概念 OK 所以Eric Eriksson 他讲人生有几个阶段 OK 我们的一生人里面有几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都有一个危机要度过的 OK 你能够度过的话 你的身份 你的自我认知 就会健康 你不能够度过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一种 这个身份的混淆 Identity Crisis 或者是Identity Confusion 我觉得 所以Marsia就用了 这个concept里面的 那个Identity Crisis 或者是危机 来去讲 OK 少年人在这个时候 他这样子 有一个自我认同的 一个过程 OK 所以稍微讲一下 有点技术性 但是我讲一下 你就会觉得 不错 OK 不错 我讲不错 我不知道你讲 你会不会觉得不错 所以你看这个 恒冷这边 就是危机程度 就是少年人的时候 他会想 我现在 我以后要做什么 或者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的未来 我要做什么工 有些少年人就开始想 如果他一开始去想 跟探索的话 我们就讲 他的危机程度 或者危机 意思是高的 因为他要开始了解 我未来的定位是什么 所以这个危机程度 是高的 如果他是那种 哎呀 什么都 什么都不用紧了 哎呀 不用紧了 以后自然就知道的了 我说 你问他 以后要做什么 不知道 你什么兴趣 不知道 是不是有些人 就是这样子 这种人就是危机程度 是低的 他不懂这个是一个危机 他不懂这个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一个身份的危机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你问他 他也不管 OK 那这个高跟这边的承诺程度呢 就是那种少年时期 可能他就会讲 当然这个也在青年时期 还是会再经历这个东西 OK 承诺程度就是这样子 如果他的承诺程度高的话呢 就是讲 我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懂了的 我以后做医生 我什么都不要去想了 我就是要做医生罢了 我以后就要做律师罢了的 人家问你 这样你要不要试试看 做老师的职位 什么 不管不管 我已经定了的 我已经mind已经fix了的 所以这个叫承诺 他的承诺程度是高的 如果他是讲 我啊 哎呀 该危机程度低是那种 我什么都不要去探索吗 承诺程度就是什么都不要去 委身的 就是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去定 我自己要在什么定位 OK 你明白吗 承诺程度低是 我不要把自己放在什么定位 我不要定 一个定位 危机程度低是 我都不要去探索 探索都不要探索 OK 那个差别 大家明白 OK 我们一个个来讲 过早自认 就是过早自认 自己的定位 是什么样的人 OK 他的危机程度就是低的 什么都不要去理的 也不会去探索 自己的一个未来 或者探索 现在他喜欢什么兴趣 他的恩赐 什么都不管 但是为什么他程度 程度会高呢 为什么他讲 我不要理 但是我知道我要做医生 这种人呢 多数都是爸爸妈妈 帮他定好的 所以他在少年时期 或者在 在exform6的时候 打比方说 他已经知道 他大学要读什么 不是因为他已经探索一轮了 是因为爸爸妈妈跟他讲 健康吗 你自己去想 所以为什么 有些时候到最后 他们做了几年工 他就生气父母亲 都是你呢 叫我做什么医生 我都不喜欢的 然后就丢下那个文凭 自己找别的工作做 卖保险等等 为什么 因为过早自认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认同迷失呢 是这样子的 认同迷失就是那种 这个是最糟糕了 这个就是最 他的危机程度低 他什么都不要去管 他什么也不要去定 没有定位 也没有探索 认同迷失就是 什么都不管 天塌下来也不要去 不要去理的那种 这种人呢 就是你 我们都会 很多父母就是 因为看到这种孩子 我们讲 王三不急太奸急 紧张 孩子什么都不要的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担心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我要讲 是认同达成 这种通常在少年时期 如果他已经成为 已经到这个地步的话 也是有点不大健康 这种应该到 差不多执行的时候 才就是已经确定讲 我已经探索一轮 我也知道我要承诺 什么东西 我的方向是什么 我的兴趣是什么 所以在少年时期 如果他也这样子 太快定位 这样子来 有在这个阶段的话 也太早了 最健康的是在这边 James Marcia讲 是在这边 认同远缓 就是这个时候 你允许他去探索 但是不要承诺先 OK 英文叫做 你可能听过 是因为MCO的时候 你听到首相讲 有就是六个月 不用还贷款 对吗 那个叫 但是在心理学 他也是这样子 就是远缓 我这个时候 我不要定我自己的身份 我不要讲我未来要做什么 但是我继续的探索 所以James Marcia是讲 少年时候 就是要留在这样子的一种 认同远缓的一个状态 就是让他去尝试任何的东西 当然不是讲去尝试毒品 我的意思是讲 教会的少年团 要有很多包罗万象的一些 让他接触不同的东西 而不是每个礼拜 我们来插金就好 不是不重要 但是我们剥夺了它 去被你引导 去接触不同的东西 各式各样东西 包括什么 包括去 包括去跟捡垃圾的那些 uncle去捡垃圾 包括去沙滩 自己捡垃圾 包括去做 去 去 等等的 你要让他去 接触这些东西 使到他 去 有一个 危机程度高的一个状态 但是又不成 但是有一个承诺 承诺程度低的状态 OK 这个就是认同远缓 所以这个时候 你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事工 在少年团里面 给他打他要去弹 给他弹 半年过后他要换 给他换 因为他在探索 你知道少年时期 他还有一个东西 他很会探索什么 他自己的性别 所以在美国 像欧洲这些 他们被鼓励吗 这个时候 你去探索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OK 你的sex 所以他没有这个字吗 sex跟gender sex就是你的生理上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因为你是生理 你的生理器官 性器官 但是你的gender gender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OK 所以性别由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这个是少年时期 他们就是因为用这样子一个idea了 过后呢 走连那个性别都让你自己去探索 当然我们不是走那个路线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少年人 他们需要有空间 有一个界限的空间 让他们去多智多彩的去学习 所以我们的少年事工一定要 我不知道让大家很累 但是如果我们的少年事工是很单一 很没有让他们能够接触不同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变成没有给他们一种危机程度高的一个平台 或者空心 OK 所以这边就是我要讲的这个自我认同类型 我们再讲下去 所以当成年人要来到少年团里面做导师 做助教的话 教会应该有让他们去上课 或者有一些有经验的导师 给他们去上一些 简短的一些解说 让他们能够了解少年人的文化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进入少年事工的时候 你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讲 成人好像是宣教士 去到少年人的世界里面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 所以成年人如果要去到少年人的世界的话 他一定要被培训 培训来了解他们的文化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受保护的浮华器 你不知道把成人的文化全部砸在少年团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空间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点 忽略了这个点就是 我们以为进去我们就会咬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应该有一些 让成年人要进来之前 要有一些上一些课 去明白 现在少年人他面对的是什么 不然我们很容易刻板印象 对他们 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一代不如一代 草莓族 躺平 我们很会讲这些词 但是我们有问吗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 谁造成的 所以这些都要探讨的东西 OK 所以他们这个装备的 这个理念的这一组少年团 他们多数时候 他们会做一些跨代的施工配搭 但是先讲一下 这个跨代 通常都是在 比他们小一点的 就是儿童 或者比他们大一点的 就是大专 就是这个年龄层的 这个年龄层的 就年轻人的 或者我们讲下一代的施工的配搭 他们很多时候是不愿意 不会跟成人有太多的配搭 为什么文化不一样 为什么安全空间 你讲健康吗 也有还不健康的地方吗 但是我是跟你讲装备的理念 很多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特征在里面 所以他们是想要跨代 但是他们会控制那个跨代的范围 不要太广 OK 挑战 窄咯 为什么 每天都是跟自己的人 自己的文化 所以很少走出同龄层的圈子 所以你看到 每个都有他的极端的 该那个就是 我一直要让他去到成人的文化里面 去适应 这个就是你不用适应 你享受在这个 上帝人的文化里面就OK了 所以很少走出同龄层的圈子 视野 想法 就会窄 OK 第二 我 自我 为什么 因为你要来的话 你就要迁就我们的文化 对吗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毕业了 过他们去到 主日崇拜的时候 他们也想把他们的文化放进去 特别你知道现在的少年人或者青年人 很Vocal 就是很会发声的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键盘侠 习惯的 所以 所以我们在STM 我们在STM 我们生学院 我们也明白的 当一些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上来的时候 他们会越来越会发声的 我们也不会讲 哎呀你们都不敬老尊贤的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年轻人已经习惯在 随手可得的键盘上面就发声了 那你叫他来到STM 你静静 我是老师 你听没有的吗 你这样子压也是没有一种对话 所以我们也要适应自己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讲我们讲的算 所以我们也要让少年人也学习 OK你要对话 但是你要去聆听 比你大的人的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多一点交流是很需要的 如果是在这种的一种 属灵孵化器里面 第三就是走 毕业完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主日崇拜将闷的 又不迁就我们 我们走咯 走去那些教会的主日崇拜 是青年人的文化 OK 所以那些大教会也是很聪明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青年就是未来的 未来的 就是青年就是最主要的那个人力 还有财力 所以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以青年人为主 为他们的那个方向 去决定他们的这个教会的文化 是怎样子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对跟错 我们那个另外讲 OK 那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这个我稍微快一点 因为这个有点难 OK 就是跟我讲 那青年牧师呢 就是属于鼠林接生婆 他就是接这个baby 这个少年团 从这个少年人 从1或者6年几近来 过后就陪着他到可能大学 当然这种只有城市教会 能够做得到 因为人家如果你在 就是乡区的话 大学的人都不见掉 但是这种的模式就是青年牧师 就是youth pastor 他就是接管这个baby 过后就把他带着 从12岁带到18岁 甚至21岁 OK 为什么 因为整个就会止堂了 第二 预备成为新的教会 止堂的方法 就是从可能他从一开始就讲 主任牧师也知道的 这个这一组人以后就是出去 成为一个新的教会 这个就是他们止堂的方法 OK 也很容易是因为 大家都彼此陪伴 8到10年 所以出去的时候 他们不会不舍的 好不好是那一回事 但是我讲比较容易 比较自然 第三 那母堂的工作 母堂的那个角色是什么 每天就是装备 就拆遣出去 每天看到年轻人起来 又出去 这个就是 那你就讲 有这样多年轻人一直起来 也是一个问题 OK 所以但是母堂就做好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装备跟拆遣 其实这个不只是这样的模式 乡区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他知道他装备完了 过后他就要拆遣 他的年轻人出去 不管他喜不喜欢都好 所以很多的乡区的教会 虽然不是这个模式 但是他们的角色都是这样子 OK 那我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有些教会要走这样 这样另类 这样极端的 极端不一定错 但是这样极端的一个方法 是因为 他们明白教会的生命周期 教会是有生命周期的 OK 当然这是从教会成长学里面的一个调查 或者是一个研究 出来的一个报告 他讲从教会开始的出生 就好像一个人这样子 他有出生成长成熟 维持衰弱到死亡的一个阶段 那他的长短 当然依照每个教会是不一样 但是通常 从出生到成熟 基本上差不多到顶点的时候 是大概15到20年 你一过完那20年 就差不多向下滑了 除非有外来的一些刺激 或者有新的意向 让他再从这边下来 又再上去的话 不然的话他一定下的 所以你看很多老教会 你要这样子去boost他 你要这样子去弄他上去 他都上不去 我不是讲生命不可以工作 我是讲从观察里面 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周期的 因为这个是很人性的东西 所以因为15到20年 就是他的黄金时期 15到20年 所以他这些教会才会走向 这样我就直堂 因为我把这些年轻人留在这边 他也很难在一个老旧的文化里面 能够蓬勃发展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些时候少年人或者青年人 他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因为他要等 等那些年长的领袖 慢慢的退下来 他们的文化才能够进来 但是有些人等不到 所以他们就走 所以这个以其让他们走 那我们就明正严肃让他们 整整整主人一起走 那个就是他们直堂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堂 他又从零开始吗 他又从出生开始 他又有20年的黄金气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这个不只是这个 这个这里的概念 但是很多教会 他们直堂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力军推出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当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已经不能够 他们的文化 就是文化不能够被更新的时候 老有的文化一直霸占 霸占这个教会的话 教会就很难突破 更新的话 那只能够派一组人出去 开一个新的教会 更快能够 教会能够扩展 OK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OK 讲到挑战 断 母堂断层的危机 为什么 哇 你整主人出去 1000个人出去 剩下的是谁 又是那些老人家 所以断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问题 断层 第二分 为什么 因为 我的孩子要跟住 我孩子要出去了 那我做爸爸妈妈的 我要去哪里 我要留在这个母堂吗 还是给我孩子出去 所以恰定成员 要做这种抉择 当然每一个 直堂的东西 直堂的时候 也是会面对这个问题 OK 第三就是 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培养一种 喜新厌旧的心态 哇 新的教会 我也要跟出去 join OK 这个教会不能够成长的 老人家这样多 OK 很多人这种想法 老的文化 所以年轻人 一整主人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 他的危机在当中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的概念 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 没有这样敢 做这种事情 OK 也觉得好像很 好像很 很out of this world 就是好像很荒谬 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一句话 有教会真的做到 就好像 Villow Creek 这个美国很大的一间教会 这样子 OK 那当然 现在终于有时间讲一下 我喜欢的 我想要推广的这个理念 OK 因为我觉得他 他能够解决掉很多 后疫情时代 少年事工 面对的困境 OK 第一 使命性的这个少年团 他是看重上帝的使命 他不是一直在想 我要让这些学生 一直读圣经 然后我不是讲不要读圣经 我是牧师 我知道圣经很重要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问题是装备 过后 然后呢 因为每一次我们 要他们出去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人讲 他们的基础 不够扎实 永远都会有人讲这句话的 永远都会讲很弱 很弱很弱的 那弱不完的 就是装备不完的 肯定是装备不完的 所以我们给他们一些 基本扎实的这些内容 然后过后呢 过后就要出去了吗 或者一边学 一边出去 但是很多教会就是 还没有了 还不够了 不要出去 就永远parking在那边 每一个礼拜都是 听导师讲课 讲导师也累 每个礼拜压力 要准备 然后有些导师讲 我又不是牧师 我又有自己的工作 要我每个礼拜准备 我不干了 是不是 所以很压力 所以我们很看重什么 我们不是只是看重 上帝的话语 但是上帝的话语里面 告诉我们说 上帝有他的使命 他拆遣了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 更新这个世界 修复这个世界 那这个下一次 可以再讲深入一点 但是今天只是介绍 所以上帝要我们是什么 参与他的使命 实践福音 活出那个福音 让人 让宇宙万物 不要讲宇宙了 让整个世界的这个创造物 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这个是要出去做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讲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要把他们看成是宣教师 一边 你也可以一边装备 一边出去的 他不一定要是装备装备 装备到他长大才出去 不用的 第二 看重上帝看重的群体 所以我很看重 少年团应该就开始去服侍弱势群体 你讲 哎呀 大人都没有去 要叫少年人去 对呀 你没有发觉到 最容易做带出改变的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你看革命都是谁开始的 老人家吗 不是吗 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 不会太多担心 不会太多顾虑 对吗 你讲成人 哎呀 我还有小孩子 我去Bersetia给他打 怎么办 是不是 年轻人哪有管的 我去就去啊 我拉命一条 对不对 这样子讲 我是很直白这样子讲 但是年轻人很多时候 他们就 比较容易接纳一些想法过 他们就去做 所以 我们有些时候不一定要讲 等到成年人 等到整个教会去做 少年人才可以做 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相反 所以如果上帝的使命 很多时候很看重弱势群体 那我实际上讲一句话 不是因为上帝特别偏爱弱势群体 上帝爱全部人 但是弱势群体是那一组人 是很少领受到别人的保护跟看重的 所以上帝要平衡回来 所以上帝看重弱势群体 OK 这个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英文叫做 Jesus is the equalizer 一过来就是好像把整个那种悬殊 富负贫 全部跟他打平掉 全部人都是应该在平等的一个地位 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特别关注这些被忽略的群体 我就觉得说 少年人其实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真的是去帮助弱势群体 OK 那你讲帮助的话 当然这个接下来下个月可以谈 帮助的话 叫他这样子请新朋友来 Alpha可以做吗 早做了 OK 我知道很多教会做Alpha 但是我发觉到有些少年团他们在做照顾弱势群体的时候 他们会邀请他们的少年人朋友一起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你不信我的话 你去看那些双幅 你看那些翼跑 都是为着弱势群体去跑的 对不对 这种你看到很多年轻人会叫他的朋友一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后现代的年轻人很看重什么 他们很看重生命要有意义 要有意义 你叫他一直坐在教会里面好像一个robot这样做 他不要的 为什么 没有意义吗 然后他就问你 怎么要这样忙呢 怎么要这样忙教会的 哎呀你一定要忙教会 你要爱主 他知道的 因为我不忙的话 教会可能就停止运作在某一方面 所以他不要 他不甘愿 他这样成为一个工具 但是你跟他讲 你不用这样忙教堂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把耶稣的爱带出 去到社区里面 我们一起做一些东西 他们会去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时候 我讲双幅是因为双幅禅状中心在新山 因为我是新山人 所以我看到他们每次做异跑 他们做一些活动 我说哇年轻人全部来的 不是只是教会的人 年轻人很喜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就是后现代的年轻人 想要做的东西 所以坦白讲 我一个坦白讲的话 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得罪你们 其实我觉得教会少年团 如果每天搞破冰游戏 我对我来讲 是好像不懂要做什么了 所以才做破冰的 你懂吗 就是OK sorry 我只是这样子讲 因为我不讲破冰有错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我看到少年团 每天踏balloon 我懂了 体验式教育 我懂团队精神 但是他在每个礼拜那边踏balloon 玩面粉 我觉得他们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 更有意义的 能够去实践福音的 一些活动的话 我觉得他更能够信他们 跟我们一起去做 OK 那还是一句话 我跟这个破冰游戏没有仇 我只是讲 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做 OK 第三 装备 那少年团 有些少年团 我在陪着 陪伴着他们的 他们在想 OK 我们每个星期 因为是这样 有一些好像少年团 青年团 或者小组的 我跟他们讲 你每个月 一个星期是去照顾弱势群体 而且你这整年 你照顾同一个弱势群体 不要好像很 好像很有 pattern这样子 这个礼拜去 这个月去 这个老人院 下个月去 这个残葬中心 不要 我不是要搞节目 我要建立关系 我们要通过爱 去感染他们 所以 每一个月都去同个地方 然后 他们就讲 OK 我们去 然后他们就问 这样 这样那三个星期做什么呢 三个星期就装备 装备什么 我讲 不用紧 你们先上 你们平常上的课 然后后来 有一个教会 他们就去 他们就去照顾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就觉得 这一组人这么这样多 有忧郁症的 他们就讲 这青年人 他们就讲 这样我们的装备 可以不也是 上帝这样子看忧郁症 圣经这样子看 精神问题 OK 这样牧师就要忙了 去找一些资料 然后去 整理好了 过后就交给 那个青年少年导师 就讲 你可以教一下 这些少年人 什么是忧郁症 你要看一下 你明白那个方向吗 就是 他们 领受的东西 不是单单为自己 而且不是 不是只是学讲 我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 然后呢 然后没有了 好像没有应用 当然三位一体的神学 这个教育也是有应用 但是我的意思是 很多时候 上帝人学 都不懂用在哪里 或者是讲 你要爱父母 讲爱 你自己去决定讲爱 你不要来烦我 就是我们 我们也没有给他 真正的一个 SOP这样子去爱 很 就是很笼统这样子 所以 我要讲的就是 这些年轻人 当他们领受到 青年导师 教他们 我跟你讲 扫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伊利亚那时候有这样子 为什么他要自杀 为什么他要上帝杀死他 是因为这样子 当他们从这些圣经人物 去了解 原来忧郁症是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上帝 上帝这样子看 基督徒 或者是他的群体 去帮助那些忧郁症的人的时候 你看到吗 整个人学习上帝的话语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绝对不是只为自己 当然讲 有没有应用在自己身上 当然有啊 这样他现在就更加明白 如果这个时候 我有一些忧郁症的特征的话 我要找谁帮助 他是双赢的 但是更重要就是 我学关于上帝的东西 永远都不是 只是为了我自己 这个画面是非常美的 我们也不用去反讲 什么教材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在碰到 这个弱势群体的时候 看到弱势群体的需要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回到 导师那边讲 这个我们不会 你可以教我们 这样就给我两个 一个两个月时间 预备了过后 我就教 教了过后 他们又再回到弱势群体的时候 就更有信心 这样子去帮助 这些弱势群体 而不是一直想要弱势群体 就是我参加教会的 foodbank就好了 我参加教会的 foodbank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罢了 OK 所以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我刚才讲了 他们会 邀请朋友一同参与的 当他们朋友 一起参与的时候 大家看到 少年人 这样有爱心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这些旧图不错 反之 我们只会叫他 去到教堂里面 吃完饭过后 看一些video 没有错 然后讲完了过后回家 不是错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也想一下有别的 更 这个不是对立 不是讲你要有这个就不可以有那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除了我们 我刚才提的那种模式以外 我们能不能够让他们看到少年人的生命 原来可以是这样子 让他们觉得 哇 我不是只是理智上学到上帝是什么的上帝 但是我看到上帝是什么的 看什么样的上帝 因为这些少年人在弱势群体里面 原来是可以这样爱他们的 你会觉得很遥远是不是 不用紧 这个接下两个月 我们就慢慢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华兵部生也知道 我在医保那边有带着一组青年人 就是在慢慢做这个东西 我自己播的生的教会也在做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很久 我不是专家 只是我觉得 我去研究了这个使命性的这个模式过 我觉得什么年龄层其实都可以用 而且生命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OK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开心的东西 就是我看到青少年人 当他们走这样的方向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成年人就会讲 这些少年人在做什么 好像医保的教会 那青年人开始做的时候 成年人讲 为什么这些青年人会去照顾 独居老人的 为什么会照顾呢 因为你知道青年人 其实不会去照顾老人家的 大多数的 就是崇拜会结束完过后 老人家跟老人家 年轻人跟年轻人的 但是这个教会的年轻人 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每个月一次 去关怀年长者 然后现在他们也 也找了另外一组人 就是他们也去照顾 orang asli 那这个东西 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主动去做的 不用牧师去推的 如果当中有牧师的 传道人的 你懂那种开心的 对不对 就是你的 你的人自己动的 你不用去 你可以做多一点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下个礼拜 你可以做这个 很累的这样子讲 你也不好意思 他也觉得有点烦 但是当你的年轻人 来跟你讲 牧师 我们可以下个礼拜 去oral asli 你不用来 不用紧 但是我们会 report给你听 你想像你是牧师 传道人 你听了都开心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们 明白那个福音 需要去经历 需要去实践 然后到最后 去宣扬出来 所以那些 uncle开始看到 过我跟你讲 我讲 这个真实例子 以保那个教会 uncle开始坐不住了 他们就讲 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 看oral asli 我们要去看看 你们做什么 这个就是典型的 我讲的 教会更新的 催化剂 催化剂 由年轻人开始 可以的 做得到的 OK 那挑战是什么呢 累咯 兼顾少年事工与教会 为什么会累 如果教会的领袖 看不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的话 他们还是持有那种融入 记得吗 第一个concept 融入的概念的话 他们就讲 你们去做 你们想做的东西 你们什么使命性 你们听到那个 什么黄牧师讲的 你去做 但是 我还是要你每个礼拜 在教会里面服侍 如果两个概念 一起相冲的话 相撞的话 年轻人就会累 因为两头不着岸 这边也要做 那边也要做 所以累 第二可能就会烦 因为别人觉得 别人会觉得 怎么你们去做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都可能不 这些弱势群体 你去帮助 可能都不能够带来教会的 有帮助吗 教会能够成长吗 有更多的奉献吗 那你讲 有人这样讲话吗 有啊 就是有人这样讲话 有时候是领袖 领袖讲的 我记得有个领袖跟我讲 我要专攻有钱人 因为有钱人会给奉献 这样 我们不是排斥有钱人 但是听起来有点怪怪 对不对 我要专攻有钱人 这个是很利益 就是很 就是厉害关系的一种 一种出发点 所以 回到这个使命性 我就希望 今天的分享 大家听了过后 会有点好奇 然后我在接下来两个月 10月跟12月 我会给更多的例子 不只是我在带领的一些 或者在指引的一些教会的例子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新的concept 这个使命性的一个 这个idea呢 50年前已经在美国 跟英国就出现了 包括现在在英国的圣工会里面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组织叫做 Fresh Expression 他们就走使命性的 其实 他的很多方法可以去做的 方法不是问题 你有创意就可以去做 但是那个理念 一定要有 要对的理念 所以我三个年轻人讲 我希望跟你们的牧师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牧师 能够祝福你们 比较去走向使命性的话 而不是要求你们 一直要融入 融入的话呢 那你们就不会做到这样累 那你讲 这样他们使命性 会不会跟教会脱节呢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定期 在教会里面呢 去给见证 甚至是带着这些成年人 去看他们在做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会跟教会脱节 OK 所以 OK 最后给一点点时间 五分钟的时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你要回到最早 为什么有这个少年事工的崛起 就是整个世界里面的 我们不要讲这个世界了 可能这样子不准 至少美国了 为什么美国会有少年事工的崛起 是因为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呢 就有第二次 第二次的这个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了 现在我们知道是4.0了吗 OK 或者朝向4.0 2.0的时候呢 就是有电力了 OK 之前是水蒸气 那个蒸气 Steam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电力 然后又发明灯 发现电力等等 所以就有工厂的出现 工厂的出现呢 就有更多人去到什么 从乡区去到城市 我们英文叫Urbanization 城市化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人呢 就去到这个工厂找工 因为工厂大量的生产嘛 所以需要很多的人力 OK 因为需要很多的人力的时候呢 就会 就很多人就来 谁来呢 年轻人 以前在还没有这些工厂之前呢 年轻人呢 他就是跟住家族生意的 爸爸做农夫 他就做农夫了 所以他的 所谓的家庭 他的家庭教育 是很扎实的 因为每次跟着爸爸妈妈嘛 价值观就在那边 OK 所以 所以是一致整个都是家庭的 包括现在你回到东马 一些传统家庭 那种原住民的 还是就是这种很传统的 孩子跟住爸爸 当然比较少啦 很多都是去来西马了的 OK 所以当时候呢 很多年轻人 离开父母亲 去找新的工作 就去到这些工厂 这城市找工厂的工 出现什么问题 OK 两个问题出现 第一 年轻人就不受到父母亲的束缚咯 所以价值观可能就乱来了咯 特别是 就是第二 特别是什么 同财压力咯 就是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建立了 就塑造了什么 年轻人的文化 以前没有这种文化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都没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嘛 年轻人都是跟父母亲 跟着他们一起学他的技能嘛 但是当 当有一个 当有城市化的时候呢 哇 少年人全部在一起 他们就是在城市的孤儿 因为没有父母管的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所以呢 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些 机构 Para Church Ministry 包括这两个最早出现的就是 Young Life跟U for Christ 我们在马来西亚有U for Christ 所以大家可能 很熟悉这个U for Christ 还是很活跃的 那就出现了这两个 在50年代跟60年代 非常活跃的这些机构 那这些机构不是教会 因为教会永远都是最慢的 因为教会不想动这些人 为什么 当时候的教会看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懂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觉得这些人太乱了 如果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 会影响教会的人 很像 很熟悉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 所以呢 教会不要动 谁动呢 就有些爱心的基督徒呢 他们就出现了这种 机构或者组织呢 他们开始去针对这些年轻人去做 做服事 带领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教导他们 给他们一些空间 给他们去有他们的活动等等 这个就是少年事工的崛起 是非常使命性的 就是去到所谓的 你可以讲是弱势群体 或者应该不叫弱势群体 但是被忽略的群体 可以这样子讲 当时候年轻人就是一个 被忽略的群体 为什么 这样乱的 骂粗话的 然后闻声的喝酒 喝吸毒的 你看我们敢叫这种人进教会吗 等下中骂对不对 那成年人讲 那你可以 弄搁弄到这样乱 你看 弄到那搁 那些烟弄到搁 一个洞了 谁去赔 就骂那青年牧者 所以 你可以看到少年事工的崛起 很有趣的 他们就是一种 那种使命 这些人是没有人敢动的 我们就要去动 后来教会就开始看到 不错 这个idea好 这样多年轻人 所以教会看到机构 开始做到成功的时候 他就来了 我们也想来做一样的东西 他们就用了他们的模式 就是做很多新年轻人的一些东西 很有创意的 但是他们失去了那个精神 什么精神呢 就是使命性的精神 到最后教会做什么 就是 我们是一个club来的 就是我们搞很多的活动 但是只是给我们自己的年轻人 我们不要去到外面 去动了那些肮肮脏脏的年轻人 你看到吗 他们拿了那个机构用的方法 但是他们没有拿 他们没有学机构的那个精神 就是使命性的精神 我以这个做结尾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少年团 是否也是这样子 我们采用了这些机构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 机构很多时候 他们的idea比我们更新颖的 他们的很多idea 我们看到他们机构办的活动 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教会也开始改良一下 我们的方法 但是他们是很使命性的 当然他们使命性也碰一个问题 叫那些人去哪个教会 等下就自己变成自己去领养的话 等下又教会骂 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教会是不是采用这些心盈的方法 但是已经失去了那个使命性的精神在当中 而是比较多焦点是在于 哎呀 我们多多要让这些少年人进来了过后呢 就让他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事 就够了 OK 为什么 因为让他们出去的话 等下给父母亲骂 怎么你给我孩子去这种地方 那些少年团的领袖 你就知道这个 有些时候 你做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父母亲就会来 而且是什么父母亲 我们这种基督徒的父母亲 OK 所以我希望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少年事工的崛起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走向或者不要重复 他们所走错的这个方向 OK 所以华兵牧师我就暂时停在这边了 OK 好 我们谢谢 谢谢牧师他刚才的分享 有很多很多东西 每一句都是刀刀见骨 也指出了很多很多 现在团契教会我们所正在经历的 而且也看到不少教会我们都在走之前人所走的路 所以我相信牧师的分享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那弟兄姐妹们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写在留言区 又或者你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 我已经打开那个权限了 所以大家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然后你可以询问 或者你有什么感受啊 心得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好 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 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发挥 你可以分享 你可以询问 你可以留言等等哦 有没有人要留言 要来询问问题的 有吗 有吗 还是还在消化中 还是你是你不好意思 亲爱的同工们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问 会不会这个概念 对于大家来说太新 所以还在思考当中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但是不懂得要怎样做 还是怎样 大家有什么感受 你可以问一下 你可以留言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吗 电影老师 所以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你还讲到一个点 让我很有感触 就是因为你说 因为教会需要少年人的融入 所以他们又要忙自己的团契 然后要忙教会的侍奉 所以他们就会 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么多 然后那些年长的就坐在那边 所以老师你是怎么样去回应 这些青少年人的满怨 其实坦白讲真的不容易回答 因为事实摆在眼前 对不对 我那时候回答那个年轻人是讲 我们也在尽量鼓励年长者 或者是成人一起来服事 OK 基本上浓缩来讲 就是不要一般见识 OK 就是讲 但我就跟他讲 你也可以像这些成年人 他们可能不想服事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愿意 就是你要这样子去做吗 还是你就是不看人家 这样子去做 你自己好好是 自己来服事上帝 所以我把他们的焦点放回来 你自己服事的心态 而不是讲 因为别人没有做 那你心里不平衡 我就是当 当然过后我真的是要 要去加一点油 在这些成年人身上 我也会跟他们讲 年轻人都这样讲 你们还不加油 我也会引用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例子 去推他们 可能我也想回应一下 我在我叛逆的时候 十八岁 十九岁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有做过这样的 控告 什么东西都是我们做 教会的那些 领袖们在哪里 当时有一个姐妹 她刚刚加入教会的 full time 她做 admin 然后呢 她就跟 那个时候 她就跟我们讲一句话 她说 教会的侍奉 你们看得见的是 冰山一角 那个时候 她讲她的 我根本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我的埋怨 我的不开心 还是依然存在的 一直到后来 做完牧师 你就真的是发现到 教会 看得见的 侍奉 真的是冰山一角 有很多很多 东西 很多很多侍奉 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 而青少年人 他们看到的 大概也是台上 或者台前的服饰 有很多很多的教会领袖 他们依然很忠心的 比如说 我的教会 有一个弟兄 他早上七点多 每个礼拜天早上七点多 来 他拿那个机器 那个blower 那种放batro的blower 去碰那些的树叶 因为很多数学 累积在教会前面 他每个早上七点来 他就去碰 但是这种东西 是没有人看见的 然后淹水的时候 寄了这一撒多的泥 都是他们默默的去做 但是少年人看不见的 年轻人也看不见的 所以他们只看到 他们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 一个的概念 就是只有他们在做 可能我们做指导的 我们做牧师的 或者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可以稍微的 打开他们眼界 虽然当时的我 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我不能够体会 但是你看到 到现在我四十多岁 我还记得这句话 所以当你想通的时候 你就看得开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作为中间人 我们也要尝试去教导他们 有很多东西是你们没有看到 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做 如果他们都没有做的话 今天就会不会这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中间人 去做一些调节 也让他们 特别我们做少年指导的 我们有一个图片 如果大家在Facebook 或者有看Instagram看到的话 我们这个少年指导中间人 我们是那个党 拿着盹牌的人 我们要党 从上一代来的那些 那些的剑 那些的刀 但是呢 下一代的我们要照顾他们 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两代 把它拉进来 让老的转向年轻的 年轻的也转向老的 这就是在座各位你们的责任 还有你们的任务了 辛苦大家了 好 谢谢牧师 好 家伸 牧师好 平安 牧师我是想问 我是对牧师 Danny牧师刚才说的那一个 现在的青少少年人 其实他们就很 他们很渴望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 所以很常我们称为导师 或者传道人的我们 我们有时候好像会过 过于保护他们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 从自己的角度去想他们 可能他们会忙于血液 可能他们会 因为少年期间 他们都会以血液为重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所以当牧师刚才说到 让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他们是很有那种期待感 甚至他们主动来问你的时候 他们主动去做 我听到我真的是我也很爽 我也很爽 但是牧师你是会 怎样去开始这一个的东西呢 万事起头难吗 你会怎样成为一个的起点 这个我想问牧师的 谢谢 我觉得没有一个 谢谢加深 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SOP 因为每个教会的人 的那个成熟度 或者他的 他能够愿意接受的那个程度 不一定一样 但是我是觉得 我通常是对少年导师 先开始聊先 让他们看到 你们想不想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给一个典型 就是那医保那个例子 那青年人 我现在跟青年领袖讲 你们我用了蛮久的时间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我没有了半年的时间 每一个月跟他们交流这个东西 然后从他们完全不明白我在讲什么 到觉得很不错 但是不懂长什么样子 然后到 我给他们很清楚的SOP OK step one 你去做这个先 我不要讲step two是什么 你去做 你先自己找一组人 就是你的青年小组 每个月一次 你去 就是照顾他们 他想照顾什么 就是去聆听他们的需要 为他们祷告就好了 我觉得 这个使命性的一个概念 就是圣灵在当中动工 所以我们也不用 plan到太细一些 所以我跟他们讲 我也没有 我也不需要给你一个 SOP很清楚的 你先去聆听 带着基督的爱去聆听 你不是要带他来教会先 而是去聆听 让他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知道他的需要过 才从那边开始去讨论 接下来想去帮助他们 陪伴他们等等 所以我讲每一个少年团 或者每个小组 他做使命性的这个表现 表达都完全不一样 只要是那个领袖 他们OK好的话 他们带着少年人去做的话 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然后我再讲下去 这个题外话就是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保护他们 是父母亲保护他们 他们就会讲 为什么你带我孩子去 这样肮脏的地方会有的 所以我会跟赵连导师讲 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 你们要 你们要站在父母亲的角度 去多一点跟他们交流 解释你们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每一次开职之前 你会讲OK 这个礼拜会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这个地址是什么 我们去几点到几点 我们做的活动是什么 全部清清楚 清清楚 跟那个 你一个parents group 你就WhatsApp出去给他们 有什么提问 请问你这样子 因为有些 我们也知道 以前少年团有些少年导师 他们跟父母亲讲 11点我就载你孩子回家 结果凌晨12点到 到那个 父母亲的家 对那个导师来讲 因为这些年轻人 他们还没有孩子的 他们觉得OK吗 了解的 你要了解 我们要再这样多人吗 但是那父母亲讲 以后不要叫给我孩子去 你没有信用 这个是我做父母过 我的体会更深 就是我如果孩子是这样 我也是觉得 这个少年老师不可靠 但是我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做少年导师 我不会这样关切这种东西的 所以现在的我会跟上连老师讲 我们去做这个东西 蛮不一样的时候 请你之前有一个解释 WhatsApp group 请你过完了 过后一个briefing 也在WhatsApp group里面 给一些照片 然后呢 我跟他们讲 如果那些少年导师你听 少年导师讲 我们现在在教他们 关于忧郁症这个东西 那些家长很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担心 有一天自己的孩子 太过压力也会有忧郁症 所以他其实很符合了 父母亲的口味的 然后有些人担心讲 孩子都这样多补习 又要去学跆拳道 或画 难有时间来参加你们的东西 其实我跟那些老师们讲 你不用担心 当你的这些使命性的东西 去做的时候 你开始有很多装备的时候 这些都是技术的装备的时候 父母亲就会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到 原来在少年团里面 你们也在装备 他们一些遗迹之差 也不用他们特地去 给钱去画画什么 就不用这样多 因为他们看到 他不是只是学属灵的东西 他学的是生活的东西 这个是我稍微再讲多一点 我们这样子让父母亲看到过 当他们成为我们的支持者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了 牧师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好像这个新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就 就是也是我们跟这些少年人 就一起去做一个新的体验 去就是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尝试 我们就是本来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个的 看不见那个的价值 但是他们慢慢去 我们在指引他们去做的时候 他们就像我们跟他们一起 慢慢的看见那个的价值 他们就体验是这样吗 对那个刺激在于 那个刺激在于 你作为导师你也没有做过 你也没有做过 你也不懂圣灵会这样子带领 那个就是很 是一个adventure 就是一个冒险的一个东西 是很开心的 然后大家回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分享 这个是真的在发生的事情 那三个人就开始讲 哇 你知道吗 刚才我跟那个 戒毒中心的人讲话 我很怕你懂吗 但是我跟他讲话过 原来他只是一个正常人 哇 他们在这样子分享的时候 他们的得着也是很大的 大过于坐在教堂里面 只是听你讲话了 好的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好 还有谁有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感想 你要来说一说一说说了吗 牧师 谢谢你的 我有一个 应该是这样 算问题吗 也不太算 因为 其实 卫理工会就是 比手的是 团契的这个模式 所以在少年团契也好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在教堂里面聚会 然后走出去的话呢 就是好像刚才说 要走出去的话 一方面牧师刚才也分享说 家长其实会有关系 我的孩子一个礼拜 我已经来教堂 这边一个小时多 两个小时 然后要另外一天 或者是又到另外一个活动 会不会太多时间在教堂 在教会 然后 再加上如果是一些 还没有 信主的孩子们 或者是家长还没有信主 孩子来教堂 一段时间 我其实在思考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可行性 或者是 我那个难处 是相当挑战一下的 想请问一下 以你的经验 你怎么去解决这些东西 第一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 它没有 它不是多一个活动 因为它就是在你少年团的时间 去做 它就是我刚才讲 一个月 不管是团圈的小组 一个月 有四个礼拜 Let's say四个礼拜 OK 然后 我们有些教会 就是最后一个礼拜 有些团圈 最后一个礼拜 它去做 它就做同样的东西 就是去同一组人 去关怀 就是这样子 然后慢慢从那边 看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没有多出来一个时间 去做这个东西 它也反而减轻了 你原本四个礼拜 都要想东西 去做的那个压力在那边 然后第二个东西 我要讲的是 其实家长们 至少我看到的家长们 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看到的孩子 真的在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孩子回到家里面 他的生命 有一点点的改变 会有的 OK 他们其实很开心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是 很正面的一些例子 然后我还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这样子去让 父母亲不要这样担心 是因为我们时常沟通好先 跟他讲OK 接下来 如果我们会跟他讲 如果这个礼拜 我们做这个东西 我们每个月做一个星期去做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个 你不是很赞成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个那个礼拜的话 你不带孩子来教会 也是OK 我们会这样子跟他讲 就是他是一个选择性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 skip那个礼拜的团契 那至于你讲 卫理工会是团契 对吗 我也明白 当然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小组更有效了 我也看到有些教会 他团契也转向小组 也是有卫理工会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少年团 他没有发觉到少年团的那个 团契很多时候很大 你知道以前 我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我比较觉得小组是 现在应该做的东西 是因为 以前我们的时代都是少年团的 对不对 我们喜欢 我们英文叫 就是越多人越热闹越好 我们男生去到教会 看到很多女孩子更好 对不对 他来个小组 是个男的一个女的 我看你你看 我哪里精彩 对吗 所以我们都喜欢团契的 但是现在的少年 我稍微讲一下 是他们更注重什么 关系 因为他们已经很烦 太吵了整个环境 所以他们很看重的是 在这样子一个肤浅的社会里面 他们能够真正找到好朋友 不是讲以前我们不需要了 但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更失落 更孤单 我们以为他们很多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的 有人like吗 但是大家都是 很肤浅的朋友来着 所以他们很渴望 真的找到知己 或者好友 那你在团契里面 热闹不是他们要的东西 现在他们要的 就是在一个Safe Space 就是这个安全的空间里面 能够交流 能够把自己的心声 稍微讲一下 然后能够一起 在一个小组里面 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有一些教会 他们也是 很早就从一个团契 就是静脉赞美在团契 但是需要讨论的时候 是不是分成小组去做 对吗 很多都是这样子做的 为什么 他们明白 在小组里面 那个关系的建立 比较能够做得到 所以我就觉得讲 我们还是一句话 你也可以30个人 一起出去去一个 一个弱势群体 但是你也知道 很没有效 因为5个人在讲话 20个人在跟自己讲话 因为太多人了 但是如果你原本 就有一些小组 是讨论的时候 每次会分成小组 那个团契的时候 那个小组讲 OK 这个礼拜我们团契 我们要出去 跟着你原本讨论的 那个一项来讨论的 那个小组出去 就去做 所以你去老人院 我去孤儿院 你去残障中心 OK 每个月都是这样子 做同样东西 也不要换的 我觉得这样子 就可以这样做下去 是可以做到的 OK 好 那么谢谢牧师的回应 大概我们时间也到了 如果我做一个报告 OK 关于我们的Alpha OK 我这里要报告 OK 如果明年 地中学们 你们的堂会 有打算要进行 要进行我们 这个改篇过后的Alpha 少年Alpha课程 请你在9月16号之前 联络苏妖牧师 因为我们在10月 我们会进行 这个的培训 如果你错过了 这个培训 那么你就要等它 2025年了 所以有兴趣 要明年进行Alpha的 请你在9月16之前 联络苏妖牧师 这个Alpha课程 大概有40多课 其实就是给 每个团契 你们用一整年的 所以如果要的话 要赶紧做 至少要有一些培训 而且有堂会问 我们可不可以 抽当中几课来用就好了 或者是 我们只用一个月 这样抱歉 不能 因为这个是Alpha的原则 所以如果 你真的想好了 你打算明年一整年 来跑Alpha 用这40课 这样的课程 来跑Alpha的话 请你找苏妖牧师 OK 所以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那么今天要 谢谢大家的时间 这是第一讲 我们还有第二讲 在9月尾 然后第三讲 是在11月尾 11月尾 最后我请自尊牧师 为我们做一个 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的 我们一起祷告 艾门天父 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 你聚集了 这些爱少年人的导师们 主啊 我们恳求主 你自己继续的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在做少年事工的时候 能够被主 你自己更新 主啊 不再使用 以前适合 可能现在不适合的 那些方式 主 恳求主 你自己也 在这个SOS联盟当中 继续的引导 更新 带领 我们前面的脚步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今天让伟人牧师 能够来跟我们分享 愿主继续的 也祝福他的 这个师奉 以及他所牧养的 这个教会 成为多元的祝福 我们晚上的休息 也全然交托 我们要在此 散会 愿主也祝福我们的休息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 那么今晚上的recording呢 我会放在 我们的SOS群组里面 然后呢 我也会把 这个